大家好,现在我们要来谈的是七合思考法 我们将分成三个部分来说明 首先是市民,再来是操作原则 然后是一个范例的解说 好,请看到起源的部分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由美国陆军兵器修理部所提出来的 而这个思考法之后被广泛的运用在企业的决策 以及管理议题上面 那么在运用方面可以用来做现况分析 做规划、计划并且加以实施、做评估 以及确认这个计划实施的效果 市民的部分呢 7W2H分析法又称之为七合分析法 包括有why,what,where,when,who,how to do,and how much 那么这个七合分析法 我们究竟该从哪一个开始下笔去写呢 要从why开始 然后呢到what 然后到where,when,who,how to do,and how much 当然你如果说我想要调动这个顺序可以吗 当然可以的,只要符合您自己的计划写作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操作的原则 好,步骤一呢 请先准备一张大于A4的纸 直放,横放都可以 然后准备三支不同颜色的笔 把表格画好 步骤二 把你要发想的题目或者是主题写在表格上面 步骤三 依照表格的顺序 逐项的写下关键词 关键词呢 以名词或者是动词为主 步骤四 开始发想 从why,what,where,when,who,how to do,and how much为主 再来是步骤五 开始口语表达的练习 好,我们把表格画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表格也帮助我们逐项的来进行我们要填写的内容的说明 好,我们也可以把它更白画的陈述在这里 陈述理由确立目标 然后地点 然后时间 对象 再来是方法 好,再来是成本跟预算 好,再来是影响的评估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实际的范例的说明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计划 我的台湾环岛计划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计划呢 因为我希望可以重新认识台湾 那what是什么呢 画的跟why不一样的地方是 what必须说明你的具体的goal 就是具体的目标 那么我要拍五百张台湾长明生活图像 我要在哪里做呢 我要在台湾的妈祖庙做 那么以北西南东为主的妈祖庙 然后环岛一周 什么时候做呢 暑假30天 那由谁来做 我自己或者是找一两个同伴 how to do 就是怎么做 这里只列了火车旅行跟在地交通 基本上可以说是只列了所谓的交通工具 可是事实上具体实施啊 要另外拉出一张表格 就是用九宫格的方式来进行书写 接下来是how much 这里写了六万 平均一天两千元 包括十一住行一乐等等 还有交通 那换句话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总偷偷 其实没办法呈现出所谓的成本 所以应当要拉出去用九宫格的方式 来做一个预算表 影响的部分呢 我希望可以出版一本 用心看台湾的诗图 图文诗文集 好 那么我们把where 就是在哪里做这个项目 我独立拉出来 然后列了这个台北市 一直到台南的路尔门圣母庙 那你会发现到这当中就缺乏了 动部的妈祖庙了 那怎么办 所以说九宫格它并不能够完全纳入 把我要去的所有地方都写进去 于是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示 好 这是一张流程图 从台北市的松山慈佑宫 一直到宜兰的这个天后宫妈祖庙 那么我用流程图的方式 我就可以突破只有这个八格的限制 来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 讲得更清楚 更完整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